颱風 禮拜幾 我跟你講一定放禮拜五 一早起床看到氣象署預估的 颱風康睿路徑預測圖 上班組在辦公室叽叽喳喳 就怕颱風康睿周四周五最靠近台灣 工作行程全被打亂 沒有沒有期待因為最近很忙 想說完了怎麼辦怎麼辦 那還好我們公司可以居家上班 我是希望可以就是 風雨不要太誇張 對不要遭人災害 有沒有放假我覺得都還可以 如果禮拜五放颱風假的話 其實對電商來說 我們是一則洗一則遺憂 尤其像之前台北市這邊 其實並沒有造成什麼太大的災害 所以很多民眾他們在家裡 反而是就是瘋狂的購物上網下單買東西 電商業即將迎接一整年的最大檔期 上班族就算放假心裡也放不下工作 放颱風假工作進程勢必受阻 校園裡的大學生也不全然都想放假 期待放颱風假 當然想啊誰不想 在外面下大雨 在室內可以吶喊一下 把平常的壓力都釋放 比較怕颱風假害我不能去 因為大風大雨的我不能去唱歌 會期待放颱風假嗎 不會 因為這樣考試要延後 像日本颱風也不一定是放假的 你可以在家裡視訊的話 不是在公司上班 在家裡上班 這個好像也還可以被接受 中小企業理事長李玉嘉認為 時空背景不同 科技也正在進步 用風雨大小規範颱風假停班客標準 只是條件之一 能不能有其他措施 政府和企業都能動動腦筋 既能兼顧員工安全 也能降低公司損失 明日詩人葉維香 李大維 台北董